哈喽,大家好,我是男青年 我现在在科姆斯考试 早上4点多钟我就起跑 然后从镇上面坐车 一直到了7点40才到这个地方 8点钟考试 期间到20分钟也算是时间刚刚好 坐的是头一班车 这个科姆斯考试的话 考通过了 刚刚几个,90分几个 第二次才考90分 因为来一次能考两回 第一回的时候考了88分 第二次考90分 都是九星通过 用了排除法,各种法 考试试真的是太难了 可能是我记忆力比较差 也有可能是做的题比较少 全场太忙了 所以就是勉强通过 在这个地方排队等着发证 男男女女的人很多 今天还交了补考费 我2017年报名的 之前科姆一,一二 就是第一回第二回 都失败了 科姆二一次补过 科姆三考了三次 所以说一共就补考了 费用是一百七十块钱 对此呢,我觉得也无所谓一百多块钱 主要是这三年时间耽误了我太多的时间 如果要是可以选择的话 我就愿意两个月之内把这个驾照就考到说 陪我下一个新式式的 新式冲通 对这件事情一直放在心里 我有打算报名考一个三轴摩托车驾照 也就是低照 因为C1照的话对我来说意义不大 我没有四轴机动车 没有小车开 三轴车的话我倒是有 家里有现成的三轴车考一个低照 就美滋滋了 徐州大部分地区是不进摩托车的 尤其是在县城镇上更不进 这个比较实用 没有打算就好 昨天晚上想洗个头发来市里呢 因为要睡得比较早 也没来得及洗 就洗了洗脚 就睡了 我头发太油腻了 很多天没有洗了 不过也无所谓 这些女生的话 男生的话我都不认识 不过今天情侣挺多的 我们徐州地区的美女还是挺多的 又高 我规范的身材 脸型也好看 皮肤白皙 可惜我是个熊猫蛋 所以说我要振着起来 以后变成有钱人 有钱的话什么都有 今天天气挺阴的 咱们先这样聊着吧 等着发完证 我吃点摆面之后就回家了 也就这样说吧 感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